大學生了沒 台湾市大學 大學是什麼 大學特殊隊再出發 去哪裡 對 我們很久沒有派特派員了 事實上台灣很多大學都各有特色 那麼今天這一所 我剛剛偷問了一下他們 有48年的歷史 歷史悠久 對 但是他又不像你想像 好像都是很古老什麼 其實很現代 然後看了我都想去讀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他有的戲很特別 而且他們學校餐廳 你有40幾間 餐廳你真的很了解 他們那個沒40幾間很厲害 三層樓 像百貨公司了 我們先這個要介紹這所之前 先問大家 妳自己的大學有什麼秘密特色 是大家不知道的嗎 有沒有 來 邦妮 因為我們學校有那個水上系 然後有練那個跳水專門的 就是只有相關科系可以進去 就覺得很好玩 很深是不是 跳水池 就是專業的那個 你可以有殺人精在裡面 因為身杜狗對不對 我們今天大學生派出的特色員 要來好好的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來自於台南的這個學校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祕密景點 請看 報告總部 特色隊員9527已經順利抵達台南 報告總部 目前在我們順頭 據說就是有著極大秘密的 加南藥理大學 報告總部 報告總部 特色隊員9527已經順利抵達台南 報告總部 特色隊員9527已經順利抵達台南 報告總部 報告總部 冇進行了 歐 治 再 幹嘛 你他借 你幹嘛 可愛 在這裡幹嘛 很危險的 我今天可是有任務在身 沒有 司素 http 他會跟我套牢 加南調理科技大學 隱藏著許多的秘密 去揭發 尋找校園中五星級賽師 和秘密的超級英雄 尋找全台灣獨一無二的戲所 尋找校園都是特色人物 所以你這樣才把這些秘密 收集起來帶回同隊嗎 小聲一點 其實我已經安排了幾個眼線 在這跟我混 走 就秘密 在哪裡 今天的校園特色隊 來到的學校 就是位於台南的 嘉南藥理大學 創立已經將近50年了 實務與理論兼具的教學理念 讓他們的畢業生 在畢業後都有不錯的發展 真可說是學子們 就業前的最佳跳板 而今天我們的特派員9527 能夠順利達成 製作單位交付的任務嗎 你剛剛出的眼線 到底在哪裡 我去跟他約在這個學生餐廳啊 而且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跟他見面 是有暗號的 蛤 什麼暗號 有暗號的 不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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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COR 今天我會帶同一位美女來 完成今天的任務 太好了 走吧 喂 你回來 links 謝謝 是 請問我們第一名呢 是 請問二位是 大家好 我是家耀的小佑聖 我是Dora 你們好 太好了 我今天的第一項任務 就是找到這所學校的五星級設施 以及找到傳說中的超級英雄 其實你們在這邊 就是在我們的五星級的美食街 那我們的美食街總共有三十個餐廳 大概分成三個城隆 可以讓學生有很多樣的話的選擇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更高級的五星級設施 是什麼 沒錯 那就是我們的學生宿舍 堪稱五星級 學生宿舍 五星級 大家對於宿舍的一般印象是什麼呢 第一 上下鋪 第二 擺設簡陋夠用就好 第三 書桌跟床是一體的 沒有自己的空間 而現在要講的家耀宿舍 可是會讓你疊破眼睛喔 這是宿舍 當然就是飯店 飯店吧 沒有 這是我們新的宿舍 它剛過成一年而已 那是因為我們校長的時候 我們同學非常好 他給我們同學一個很好的住宿環境 你看這邊那個格局 就很像飯店的那個 真的很像 對 而且重點是沒有門禁 對 最大的重點 對 重點是沒有門禁門 都要講嘛 來 我現在帶你們看一下 我們一樓的雙人房 好寬寨 這兩個人住 來 進去 是啊 太 太多 太多扣籤了吧 漂亮吧 很像那個 很像那種人家外面 給人家看的那種套房 你知道嗎 就是做給人家的食品屋 對 食品屋 對 它這個是 雙床套的 那個五星級的格局 所以這次同學真的就是 塑在裡面 對 對 對 所以他每一間的格局 都是差不多是這樣 都是一樣的 對 對 一樓到樓 都是這樣 重點是我們這邊 一個人有一個櫃子可以用 太好了 好 自己失誤就可以保管好了 是 自己做好 而且啊 櫃檯那邊啊 如果你今天要外塑的話 那邊有免費的義工 可以幫你們 給我鑰匙的保管 我剛剛聽下來 我就覺得很好 但是我有一個潔癖 因為我不喜歡跟別人一起住 沒關係 我們這邊有10樓 有單人房 有單人房 什麼 雙人房就已經這麼高級 學校竟然還有專位 個人設立的單人房 也太好了吧 這樣的宿舍環境與設施 應該讓外縣市來就讀的學生 大大減少了離鄉背景的不便 可以安心舒服的在這兒讀書 真的是很貼心哦 但除了高級的學生宿舍之外 學校對於學生所使用的公共設施 像是有著特色風格的演藝廳跟圖書館 也是十分有味道的哦 剛才帶你們參觀我們學校的五星級宿舍 對 那是不是今天地下任務 還有一個沒解決的 是 是不是要尋找超級英雄 對 超級英雄 我在學校待這麼久 從來沒有聽過 有什麼超級英雄啊 等一下 我知道耶 你看吧 學校在哪邊 台南 所以他講超級英雄應該是鄭成功嘛 對不對 那不是 鋼鐵人啊 是 鋼鐵人 太扯了 你們學校怎麼連鋼鐵人都有啊 恭喜你們完成建建地下任務 哇賽 等一下 為什麼 等一下 為什麼女學生會有鋼鐵人 因為我們副校長跟學生之間感情很好 他知道我們學生很喜歡鋼鐵人 所以就跟文化機構引建的這三尊鋼鐵人 可以觀望我們觀光還有拍照使用 那就額外變成了一個觀光景點 太酷了 這學校有鋼鐵人耶 真的很厲害 我們學校是鋼鐵人 講公鋼像 太酷了 好不好 幫我拍照 好不好 厲害耶 觀眾朋友 你沒有看錯 這個校園裡頭可是有許多的特殊擺設 像是這三尊等比高的鋼鐵人 就是一個例子了 除此之外 校園中的演藝廳 不定時的會擺放許多收藏品 讓學生在這兒讀書 也能順便觀光呢 好羨慕喔 光看到這三隻鋼鐵人 我都想要轉學了 我們學校除了這三隻鋼鐵人以外 還有一個很特殊很特別的東西 是什麼 就是這個 好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究竟Patrick跟曾甜看到的東西是什麼呢 好 請問一下 剛剛看完VCR之後 你對哪一個地方覺得最驚豔呢 哪一個景點 想不到校園裡有這樣的東西 菁菁妳覺得哪個地方 我覺得鋼鐵人好帥喔 而且還有三隻耶 然後再隱藏 那鋼鐵人真的吸引大家 怎麼會有學校的這個 對不對 好 OK 小佑是妳的沒門禁的話就可以 就是也是一樣進出比較方便嘛 那有時候做起一些事來 出去玩啊 他比較不會有擔心幾點要回家的問題 你應該講說到其他同學家裡面做功課 對… 溫習 斷考 沒有 說好看 超大的 好 剛剛在這個畫面裡面 最後是Patrick他們特派員看到的東西 其實今天已經來到現場囉 我們請他們出場好了 來 歡迎 歡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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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迷你的來了 小村的鋼鐵人嗎 來… 謝謝 來 有請 是什麼系的啊 綜藝系 資訊多媒體系的 資訊多媒體系 所以這個是上課的作業嗎 不是 是我們實作的東西 你們做出來的 做出來的 我們做出來的 他就是拿著而已嗎 沒有 他會動 好 來一段表演是不是 好 來… 會跳舞 好可愛喔 超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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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喔 喔 製作單位說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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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I so love 好厲害喔 I know I know I know Can't believe that a girl 漂亮 掌聲鼓勵 謝謝 那子翔來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你們戲有什麼好玩的 可以學到什麼 我們戲的話是多媒體戲 所以照大家以往來說 多媒體的話就是 畫動畫 做遊戲 但是我們還有 牽絲式系統就是做機器人 就做機器人 對 你們做成這樣應該是有去比賽吧 有啊 我們在那個2013年參加全國 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拿到什麼 好可愛 拿到什麼 拿到什麼 拿到一些機器 厲害… 這都抽屜一下 冠軍喔 對 冠軍 這是優良傳統好不好 學長繼續加油 學弟還要前撲後繼 加油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PATRY他們剛剛 早上第一個任務已經完成了 超級英雄 還有第二個任務 究竟有沒有達成呢 來看一下 校園內的特殊細鎖 讓其他同學羨慕不已 校園就是飯店 飯店吧 美虧的味道 大家對哪一點最驚訝 這樣的學校自己就可以學錢 所以我覺得超棒的 那個溫泉 如果你們今天突然想泡溫泉 然後跟同學說 走啊去學校溫泉會館 就可以泡到啦 而且我們泡溫泉很便宜 我們如果憑學生真去 只要五十塊 好可憐喔 大學生了沒 勝利帶回 迷你鋼鐵人的PATRYK 能否發掘到 學校中的特殊細鎖呢 好 所以我們完成幾項任務了呢 恭喜你們已經完成了 第一項任務 找到我們學校的五星級設施 還有傳送中的工鋼鐵人 工鋼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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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就是第二階段的任務了 要讓你們找到全台灣 獨一無二的科技 那就是 太好了 不是我腳好酸嗎 不是 不是這樣站一天走一天 其實這個校園很大 我這樣很累嘛 曾田 如果這個時候 有個溫泉 然後我們腳這樣放下去 那個熱熱水裡 你不覺得 超舒壓的嘛 舒服 而且 你現在深呼吸 深呼吸一下 你聞到什麼味道 溫泉蛋的味道 對 但是不用這樣抓著我 因為你看這邊 溫泉氣 溫泉氣 好在一個溫泉會館喔 不是 可是重點是他們還在啊 想辦法 想一個辦法 直接開他們 對 喔 對 好棒喔 很想去看耶 因為我們這樣講話一整天 其實有點 口渴 有點口渴 對 而且來到台南應該就有 非常多好吃又好喝的東西 對 對 不然 有沒有喝的 好 想要喝什麼 我等一下幫你買 好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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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名產好不好 OK 就在那邊的 對 麻煩謝謝 謝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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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到底在幹嘛 洗好又蒸氣的 那我自己先泡囉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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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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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這麼玫瑰的味道耶 天啊 想不到學校裡面真的有溫泉 而聽說派翠克的這一池 可是傳說中的蜜湯 泡了會有不可思議的效果啊 誒 你在幹嘛 嘻嘻很熱嗎 沒有 很熱 我整個給我撤起來 恩 我们俩画的床儿彩虹鸣 彩虹鸣 这样的浪酒器 这样的美游戏 就好像张高零也是同居上 让我亮一条心 我们俩画的床儿彩虹鸣 彩虹鸣 What's going on 哈哈 这么多人在这边 老师 同学,我们现在正在上课 好漂亮哦 上课 是啊 你没有看到 我们全国唯一的温泉研究所 我们的学生正在学里整泡汤 什么 我说派翠克 你可就别太惊讶了 因为全台独一无二的细所 就是你现在所在的温泉所 此细所在上课时除了有专业的温泉池之外 也有许多的水疗设备 可都是全国首创的哦 就连许多业界的水疗设备 都是参考他们的规格来设计的呢 不过说到这里 这全台独一无二的细所 平时是怎么上课的呢 老师 那这个温泉研究所 他们考试都怎么考 是从别人家识做吗 是啊 我们今天就来示范一段 让你们了解一下 是什么来泡汤 好 好 那先请问两位同学 你们刚刚怎么泡汤 我们刚好 就直接下去啊 泡到火底上 对啊 全身温暖 泡汤要先分断浸泡 分断浸泡 是 好 我今天就请同学 先来示范一下 什么叫分断浸泡 好 好 好 首先 第一个部分 先泡到脚脚 是 就像我 对 然后坐下来 先适应一下水的温度 好 大概30秒到1分钟后 好 我们的行缓呢 慢慢可以感应到水的温度 跟水融成一体 好 第二个部分呢 再开始下去泡到水的温度 好 是 再慢慢分转 对 好 也是再给它30秒到1分钟 来我们的前身体伴 如果说了解水的温度了 我们呢 就可以能适应这个火星 能真正达到放松的目标 是 没想到泡温泉还有步骤啊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呢 而水疗馆中 除了温泉的教学外 还会教大家认识各种水疗设施 另外更特别的就是潜水课程啦 只要在这里接受训练后 通过考试 就能取得潜水症兆呢 而在这里除了水中的课程外 另外在水疗馆旁边 还有一间明保中心哦 泡完温泉 可以在这里检测自己的肤质 进而了解自己的皮肤状况 是不是很棒啊 好的 好棒 这个太厉害了 大家对哪一点最惊讶 来 很多人应该是 这个系数好特别 好 来Angela 你觉得潜水不错 潜水超棒的耶 因为在外面学一趟潜水或什么 其实很贵 而且也很难找得到一个 好或安全的地方 可是他们的学校 自己就可以学潜水 我觉得超棒的 真的 来 小牛温泉 我觉得温泉 因为譬如说 有时候就冬天很冷 然后我们要到 就是很偏僻的地方 才可以泡到一些舒服的温泉 但今天如果你们 今天突然想泡温泉 然后跟同学说 走啊 去学校温泉会馆 就可以泡到啦 就会很方便 只要为戴亚亚 她是研究所吗 还是四年制的 研究所 对 而且我们泡温泉很便宜 我们如果评学认证去 只要50块 好可怕 可是会不会有点尴尬 会不会碰到老师 也是有可能啦 对 老师一下去大家都要 老师 我們先走了 對 但是这样设备是我们 沒有想过的事情 對 学校就很温泉 對啊 那到底要教什么呢 今天这个老师 又来到我们现场了 一起欢迎这个 觀光季温泉所 林教授到现场 林教授 林教授 林教授你好 華姐好 歡迎教授你好 教授 教授不公平 對啊 只有你一个人穿这样 是 不是 上课的时候你不能一起泡 上课的时候我都是亲自示范 然後在指導的时候 我就要回覆老师的身份 是 所以泡温泉 有沒有真的是哪些一般人 比較不知道的观念可以教我 泡温泉的 我們的了解裡面就只有泡 其實溫泉是可以喝的 而且呢 有的可以 把它製作成保養品 都可以喝嗎 是有的可以… 有些可以喝 而且呢 我還一直罵我兒子 說不再喝了 一直在那邊喝 所以是可以喝的 硫磺可以喝嗎 硫磺泉 硫磺泉是少量根據這個 醫師的處方是以前在喝的 是 那什麼泉可以喝 目前喝的比較多的是 有酸鹽泉 碳酸青鹽泉 但是 我們要喝 要先經過了檢測 是 要經過檢測 對 所以我們學校也 把台灣的溫泉 做了這個 所以是不是上課 除了剛剛在那個溫泉池 還可以圈台灣跑透透 每一個溫泉去測他們的水質 是 真的喔 是 主持人 那你應該知道 哪些是用粉泡的吧 對 哪些不是天然的 很多有些是直接把自來水 打到地底下 然後再經過那個熱氣出來 或加一些粉 是不是 這個在我們台灣其實是非常少 大部分都是真的 台灣寶島 也就是說我們的溫泉 貨增駕駛 很多的國家都喜歡來到我們台灣泡湯 對 我們真的好像 北中南東其實都有耶 都有 都有 好 大家從小泡到大 不曉得對溫泉知識 了不了解 我們要出題了 是的 好 相信大家一定都泡過溫泉 但是大家對於溫泉的知識 到底有多少呢 今天難得有溫泉所的教授 來到現場 我們當然要請他出個考題 來考考我們的大學生了 水療知識大公開 推翻你過去的錯誤觀念 在水療館中有許多的水療噴注 請問 氣泡床 圍棋浴 衝擊按摩拳 分別對應下鍊哪些效用呢 好 來 把它連出來 謝謝 我在猜應該氣泡床可以養顏美容吧 因為它是氣泡吧 就會讓皮膚擁有彈性 圍棋浴的話應該就是那個 紓解那個頸椎壓迫 到底正確答案是什麼 老師 最有美容效果的就是 它可以促進我們的皮膚的 皮表的血管擴張 對 大學生了沒 在水療館中有許多的水療噴注 請問 氣泡床 圍棋浴 衝擊按摩拳 分別對應下鍊哪些效用呢 好 來 把它連出來 謝謝 小哈利 很認真 小哈利 好 5 4 3 2 時間到 小哈利 你說說看 我覺得我絕對不會錯的 因為它的 氣泡床是養顏美容 一定是 因為它感覺比較溫柔 沒有 沒有 可是整個皮膚都好 對啊 你是說 整個皮膚 然後那個 疏解那個脊椎的 那個壓迫 因為它是水珠是往下 不對 不是 你是寫2是B 是圍期率是腦部循環 對…是這樣子的 然後3你是寫 它是疏解脊椎壓迫 對 這個我覺得也很明顯了 好 OK Patrick 你的一定對 因為 我不一定 出外景的 可是我沒有學到這一課 對 然後我在猜應該氣泡床可以 養顏美容 因為它是氣泡 就會讓皮膚擁有彈性 第二個那個圍期癒的話 應該就是那個 疏解那個頸椎壓迫 因為它那個水不會太大 因為那個第三個那個 按摩拳感覺會太大力 可是太大要衝頭耶 頭比較 要這樣子灌頂是不是 對啊 然後腦部就循環了 應該是會整個醒過來 也是可以在圍期率灌頂 也是可以在氣泡床 對啊 偷 這樣講好像都有道理 好 到底正確答案是什麼 老師 李老師 好 我們現在就公佈我們的 正確的答案 最有美容效果的 我們從最漂亮的就是 我們的圍期翼 圍期翼 尤其是有個顏美容的 是 是 它是像 它是像花灑一樣 它是像下雨一樣 灑在我們的皮膚 這樣可以養顏美容 是 它可以促進我們的皮膚的 皮表的血管擴張 對 那氣泡床是顧什麼的 好 氣泡床我們就躺在上面 藉由氣泡幫我們做背脊的按摩 放鬆 所以我們的氣泡床 就是對著我們的 疏解脊椎壓迫感 全錯 所以 好 衝擊按摩就是腦部循環 事實上我們這邊要特別 跟大家說明一下 衝擊按摩並不是衝擊頭 是應該是 衝哪裡 它是衝擊我們的肩膀 兩側的肩膀加上我們脊椎 頸椎這個地方 藉由衝擊的時候按摩我們的肩頸的肌肉 所以可以改善我們腦部的循環 為什麼之前有曾經發生過一些 溫泉水療中心 就是說會讓人的脊椎好像產生問題 是不是就是用強力水柱衝不對地方 是 事實上在使用這個衝擊前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壓力的限制的 我們這邊其實有很多在使用水療 這樣的設施設備裡面 包括水針灸床 它可以利用這個所謂的點狀 比較強的刺激裡面 減輕我們的脊椎的壓迫感 我們可以藉由做事的 這個所謂的腿部的按摩椅 從腳底 消水腫 從腳底直到大腿循環式的 來解決我們的水腫的問題 好 當然我們也有漩渦池加上冰液 這個是最重要叫做 這個可以有效改善我們的下肢 痠痛跟僵硬 痠痛跟肌肉的僵硬 好 好 最特別的 我們可以利用人工的方式 模仿大自然的瀑布 然後尋求這個負離子的落部 這個負離子的落部不僅有按摩作用 還可以讓我們腹肌道 全身感覺到清新舒暢 在下面明顯 好 OK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是 接下來下一題要問了 請問大學生 下列哪些溫泉產品 台灣還沒有研發出來 還沒研發出來的 A B C D 第一個是餅乾 第二個面膜 第三個口紅 第四個溫泉卸妝液 Rex也是寫溫泉餅乾 對啊 因為感覺其他B C D 都是有用到水溫泉的東西 餅乾感覺乾乾的好像海到餅乾 這個林教授 所以答案是 我們的答案在目前 我們還沒有開發這個溫泉的口紅 漂亮 其他東西其實都有了 所以今天有帶來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 是 好開心 泡溫泉可以買東西 有面膜對不對 是 然後有一些卸妝水是這個 護手霜也有 是 保濕噴液 真的有溫濕耶 化妝水也有 精華液 保濕水凝露 好棒喔 所以都有加溫泉在裡面 是 這個都是用我們研發的溫泉裡面 去調製而成的 溫泉 這也有加在餅乾裡 溫泉水 是 用溫泉水 使用溫泉水省掉 手工餅乾的泡打粉 讓它更自然 用泡打粉喔 真的嗎 溫泉水可以替代泡打粉 對 而且溫泉裡面的礦物質 讓你吃起來的口感 非常的清新 清脆 而且很香甜 真的滿好吃的耶 老師講那個重點 其實之前也有人講 如果你腸胃不好 你不能常吃一些 就是有用泡打粉的東西 腸胃其實會過度反應 你用溫泉水代替就沒有那些問題 真的 超好吃 真的我折頭都放鬆了 你太鬆了吧 經過溫泉水之後都放鬆了 放鬆的頭 有溫泉的味道 為什麼溫泉水可以做這麼多的呼呼 對啊 溫泉最棒的 就是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它有直接幾乎呵護 有抗發炎 甚至研究也發現 它對我們的細胞有活化性 甚至對於我們的過敏 它有非常好的呵護 所以這些產品裡面 我們就把它轉換 經過科技的方式裡面 這些最大的好處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觀之嶺所做的 你江溫泉水是溫泉肥皂 是 這個是用碳酸清淹淺所做的 男同學矚目的焦點 竟然是學校的副校長 我一定可以找到比他更正的妹 那邊有兩個長頭髮 請問你可以來吧 你還是學生吧 不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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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副校長 真的是走在人群上 你不會特別覺得他是長輩 他就是同學 覺得他是女同學 對 王副校長今天有來到我們節目 一起來歡迎正妹王副校長 王副校長 副校長 哪有副校長這樣 大學生了沒 好 Patrick他們在家要 已經完成兩個任務了 接下來第三個任務 有沒有達成的來看一下 我覺得太誇張了 真的 你看你們學校 有溫泉 SPA池 五星級宿舍 三十幾間餐廳 嗯 太幸福了吧 當然 不只這樣我們學校人才也很多 哎唷 怎麼說 就是你們大學生班底裡面的哈利 他也是我們學校的風雲人物 來看看 他的照片 被我們印在我們學校的簡介上面 來你看看 各位觀眾看一下 你看 哈利的照片 比水鳥池的還小耶 哇 他是裡面最小的一張 會不會是印刷錯誤 沒有啦 那是真的 真的 那真的對不對 好了 OK 不只這樣我們學校正妹也很多 當然 我就是其中一個 那有第二個嗎 好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現在第三點 不是要找學校的特色人物嗎 特色人物 來 我們來比賽 找一個回房內的表 我最討厭 有人跟我比找正妹 你輸定 Hacky 你才輸定而已 各位觀眾 Hacky真的很弱耶 這裡是哪裡 家藥 家藥是哪裡 我的地盤啊 想跟我比 不可能 而且你看喔 正妹最怕什麼 最怕就是曬太陽 在這個 清幽的大樹下 就是最容易找到正妹呢 走 我們來看一下 來來來 那邊大樹下 有一個正妹坐在那裡 有沒有看到 在那裡啊 有沒有 馬尾 沈家儀耶 你們男生最愛沈家儀 而且看到的背影 感覺超有氣質耶 你們去看一下 你看究竟 究竟這位女主角 是不是增田要找的人呢 哈囉 你好 我是大學生的美的增田 然後呢 我們這一次有一個主題 是想要找一個 就是很漂亮的正妹 可以一起上節目 請問你這周四有空嗎 我知道 可以再看一下女主角嗎 對 那不然我先跟你留個電話 然後到時候看你可不可以 我跟你聯絡這樣好不好 好 可以嗎 誰 正話 你說 增田不愧是地頭蛇啊 才沒多久 就找到一位正妹了 真是太厲害了 而派翠客這邊的情況 會是怎麼樣呢 是這樣的 剛才我的兩個眼線呢 跟我抱了一個 欸 好地方 好不好 我問他說 你們學校正妹 最常出現在哪個地方 他跟我說就出現在 靈嬰大道旁邊的長廊 唉唷 好不好 聽說增田已經找到一個正妹了 我一定可以找到比他更正的妹 我是誰 我是誰 花崗之狼耶 花崗之狼耶 等一下 先不要這樣 那邊有兩個長頭髮 我覺得 很瘦 很瘦 我覺得很讚 快點 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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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派翠客尋找的這兩位 是不是他所要尋找的目標呢 不好意思 我是Petrick 我這麼喘 是因為我剛在跑步 對 我 因為是這樣的 因為我今天來到這個學校 我有很重要的第三個任務 就是我要找到一個這個學校 最具特色的人 請他跟我回棚內 但是 因為畢竟我是個成熟的男子 所以 所以我找到當然是跟長相有關聯的 我剛剛在遠處看到你們 我覺得非常的 好看 動人 但是近看呢 更漂亮 我們這禮拜四錄影 所以 妳應該還是學生吧 可以來吧 不行耶 因為開學比較忙 所以這禮拜都沒有空 好 那請問妳可以來吧 妳還是學生吧 我時間是可以 可是我不是學生 不是學生 她是我們的副校長 副校長 副校長 到底派罪課為什麼會這麼驚訝呢 天啊 感覺下面要接一個廣告了 她為什麼看起來有沒有 為什麼有那麼年輕啊 這是副校長 你找到的是副校長嗎 副校長 真的是走在人群上 你不會特別覺得她是長輩 她就是同學 妳覺得她是女同學 對 真的假的 聽說這一位王副校長 今天有來到我們節目 一起歡迎這位正妹王副校長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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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耶 可以了 好帥喔 妳其實副校長 哪有副校長這樣的 大家看出來她是副校長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嗎 對啊 Jush…激動了Jush 妳的菜 我以為是貴姊之類的 對 貴姊 她氣質很好對不對 Angela 不是 因為我念輻射系 我們學校老師已經很會打扮 又很漂亮 她剛剛出來我嚇到 她感覺大不了 就可能同學姐姐罷了 妳為什麼是副校長 是校長的女兒之類的嗎 不是… 為什麼會 為什麼 擔任副校長多久了 三年了 我 三年 差不多17歲的時候 就來當副校長 沒有 真的 妳要年輕對不對 對啊 而且妳是真的在校園裡 常常就是走在校園中 然後聽說同學看 妳真的都會打招呼的 是 真的啊 怎麼跟學生打成一片到底 因為我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 一定對教官 校長 副校長是敬而遠之 對 躲遠遠 對啊 就一開始當然是走在校園 人家都不會知道我是誰 當然 最先是學生都會過來交朋友 還就是念什麼戲啊 搭訕 如果真的有男同學跟妳搭訕 會因此比如說操心不及格 或什麼 沒有… 不是就聽到我是在教 就是教老師 後來又是副校長就不見了 人都不見了 照看他灰 照看他灰 真的 所以之前印象最深刻 被搭訕的情形是 就是在去買便利商店 就排隊嘛 然後就閒聊 尤其開學的時候比較會 因為就會比較不認識 但是妳通常都會直接講 到最後都說 其實我是學校的副校長 妳會講出來 我都先說我是老師 還是副校長 妳是老師 還是校長 就有這種學生啊 白目是不是 對啊 白目啊 但到底要怎麼樣 平常怎麼樣多關心同學 當然教課是其中一環 就是跟學生教課的時候 就可以碰到學生 就可以知道他們的一些想法 後來就是 因為接觸到我們的同學 有很多想法之後 我覺得我就建立了一個社團 是 妳還辦社團 這個社團叫做什麼 社團 夢工廠 夢工廠 對 就是希望可以讓他們達成他們的夢想 因為除了上課以外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學生有很多 看是創業也好 最近比較流行的APP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他們有可能不是資管系的學生 可是我們學校就有很多資源 可以介紹老師 或是介紹別的同學 幫他們寫program 這樣他也可以創業 我們學校這邊也就願意說 只要有一些很好的想法 來做一些直接上的幫忙 直接幫助他的美夢成真 夢想實現 對啊 是啊 好開心喔 同學 雅雅有沒有跟副校長有什麼樣的接觸 或者是 有啊 因為我在學校其實擔任是慶善大師 所以我們都會就是有一些 重大的活動 我們都會去參加 那我就很常看到副校長 但是看到副校長 第一次看到副校長的時候覺得說 天啊 他完全不像是老師或校長 就是整個跟我們學生都很好 距離很近 對 很近 然後就是都打成一片 然後都完全看不出來 他是副校長這樣子 所以副校長你們學校感到 還有很多這個 很多設備或是福利非常好 也是跟你們社團是有相關的嗎 都是我的想法 就是希望說更了解學生的需求 像說宿舍 那我就了解學生念書的習慣 他們就會有一些意見 我們在蓋新的宿舍的時候 就可以再做一些新的改善 這個問一下副校長 對 為什麼不用門禁 為什麼有些學校覺得門禁 是這麼的重要 在妳的觀念裡為什麼覺得 沒關係 或是男女可以混合住 其實是很重要 就是說安全是最重要的 當然我覺得有門禁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宿舍是有門禁 我們不是全部沒有門禁 家長想要有門禁 對 因為家長畢竟台灣觀念上 是不像美國那麼開放 可是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也跟家長溝通 第一個是學生來到大學了 他們其實是成年人 他們不是小朋友 我們希望他們有在這個 相對安全的環境 我們學校也是一個有 大致上都有攝影機 也有保全 可是我們沒有門禁 就是讓他們自理說 今天你要了解自己的 保護自己 不要半夜四點鐘一個人走回去 就不聰明 那才所以就是說 你要自己有自主 那大家這一棟 這一棟大家也要互相觀看 就是大家照顧互相 而不是要一個老師在旁邊 因為畢竟出社會就沒有老師了 而且年輕人 就是有一種反叛的經驗 對 妳越門禁 我就越偷玩 是 那都是這樣一直不回家 對 那時候有門門禁之後 就反而就 常常回家 對 還是我們 我們實施之後就發現 學生非常 反而功課更好 後來大家非常的 都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更安全 這是一種尊重 比較尊重的教育 因為也等於是妳自己要負責就對了 所以今天聽到最後 大家覺得 妳有沒有很想去這座學校就讀 勸插 有沒有 好 來 說說看 Cony 今天免費泡溫泉 還不覺得超酷的 50塊 是為了這個而已嗎 Angela 我覺得是一個校風的態度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非常的開明 然後就是讓學生可以自由地 選擇他們想要的路這樣 我覺得這很棒 就是台灣很欠缺這種教育環境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教育的觀念 我們當然也是一直要更新 但是當然也尊重家長的選擇 所以大家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囉 副校長又正 對 聽起來你都想去讀了對不對 真的 就去念研究所 研究一下 好的 再次謝謝我們的副校長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